2022年7月29日是农历7月1号 也就是民间俗称的鬼门开 且根据亚洲文化 一些华人都会传承祭鬼或拜祖先习俗 台湾辅大心理学博士蔡周龙提醒 祭祀不应该简单区分成佛教或道教 因为根据文献记载 可以追溯到周朝 且看重的是 透过一些象征物来完成心念传达 所以说烧香跟烧金子 在我们传统中 它其实它就是一种象征物 而这种象征物的时候 它一直随着时代的做改变 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就像过去我们烧的金银纸 到现在我们烧莲花 甚至有人烧美金 烧新台币都有 就是把这一些我们认为说 我们人能够使用的东西 我们藉由这种象征物传达给对方 那传达给对方的时候 其实都是依人的心念改变而做转变 他的精神不变 但是他的形式是可以一直做变换的 此外面对许多民众常会问 普渡法会要做哪一种 是选道教或佛教 心理学博士蔡周龙 说明重点也应该回归到 孔子曾说过的 无不与记 如不记 意思就是我如果不亲自参加祭祀 记了就跟不记一样 我觉得说最好的方式就不能够亲自到场的话 因为现在的网络科学发达 我们甚至可以用一些直播的方式 或者说论的方式 然后可以做现场我们可以直接去参与 那现场的参与然后我能亲身与会的话 一方面我们会更相信说我所做的一切 对方已经接收了 那实际上在整个会场的一个布置 跟我们仪式的一个作为 其实最重要它是安慰人的心 它并不是说灵魂真的需要这些东西 灵魂在我的一个理念当中 它跟肉体脱离之后 它已经不需要任何我们所谓六四能够感受到的东西 声音也好 我们眼睛看得到的东西也好 甚至相应精致 这些东西都不是它真正需要的 但是这些都是代表的人传达意念给对方 感叹一些华人天天面对疫情 心中的恐惧已经比中元节还可怕 心理学博士蔡周龙分享鬼神更需要的 是来自人内在的一份尊重与怀念 而非物质上的比较竞争 更不需要受大众娱乐的影响 而刻意丑化或惧怕 东西新闻团队洛杉矶报导